嘿,大家好,我是迷之生 今天呢,为大家带来一款 比较古老的Upseed Maker制作的小游戏 它的名字叫 The Maid of Farewell Heights 其实这是一个从日本的游戏翻译过来的 那个名字呢,原本名字好像叫 Dololon Heightsの Maidou-san 总而言之就是 它翻译成这个 再见大楼的女仆桑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反正,我们来开始新游戏 这是枪响还是什么 好像不是,诶,是枪响吗 枪声整个的震进了我的身体啊 就是听到枪声我唬去一阵 巨大了,剧烈的疼痛 让我失去了意识 我的眼中整个世界变得一片模糊 看来我是要死了吗 我的手机响了起来 一定是有人要给我工作吧 呃,我很遗憾的告诉你啊 我的杀手服务呢 今天就要结束了 在这一刻到来之前 我人生的意义 我人生的目的就是抹杀其他的生命 我应该是要下地狱的吧 要接电话嘛,切 阿罗 this is the life consultation office 人生指南办公室 阿罗 啊,你已经快要完蛋了 可是尽管如此,我还有好消息 呃,你觉得呢 没错,他这是法语音啊 这个,那瑟瓦是怎么样还是什么 对,就是对不对的意思 是不是的意思 你,他这个话都 这个字都说不清啊 你拥有一个前所谓了不起的机会啊 你看,上帝神啊 他原谅你啊 你不会这样死的 因为地狱不适合你 呃,与之相对的 我们有一样工作 希望你能在你的新的生活当中去做 啊,这样弥补你犯下的罪行 嗯,我为了弥补你犯下的罪行 呃,我呢 要求你拯救这个星球的命运 诶 游戏标题和这个展开 完全不太一样的感觉 18年后 这就是魅斗嘛 喂 喂,我到了 啊 打完,接完电话之后 我就进来 当然 不会失败的 呃 还有最后一件事情我需要处理 对 那么待会儿见 你不会要处理的还是杀人的事情吗 为什么是一座古堡 不要跳 少年你又是哪位 哦,直接推门进入了 嗯,再见大楼的女仆 呃,C或X都可以存盘 随时都可以存盘 但是 啊,建议你在正常游戏过程中存盘 事件对话中可能会出bug 这么温柔 对,我们主角的名字呢 叫Marshmallow 哎,好像没有菜单什么的 嗯,这是一个铃铛 要不要铃铛呢 不要,不要当 不要当 这是鞋柜 啊不 这是邮箱 所有的邮箱呢 全都塞满了信件 嗯,我们主角的名字叫棉花糖 Marshmallow 这边有一条备忘 哎,大家快付房租啊 啊,有一个旧的海报 嗯,这个是垃圾回收的海报 指针没有在动 怎样抓住房客 呃,这个公寓管理 轻松学 这里积了很多的灰 啊,那我们来铃铛一下吧 垃圾桶是空的 没有反应 这不是我要去的地方 那你要去哪里 你直接上顶楼吗 至少我要等这个经理过来 哎 我要不要等 坐在这儿等着呢 好 房东大人 哎,打了个哈欠 是你啊 你的嘴是怎么回事 呃,那么你是哪位呢 哦,你好 我的名字叫Marshmallow Holly 呃,我看过日文版的角色介绍啊 好像叫做白木Marshmallow 然后Holly呢 也是东青的意思 反正是个植物啦 嗯,我是 呃,舒瓦拉清洁公司来的 我是来打扫卫生的 呃,抱歉先生 你会不会就是Fairwell Hide 也就是之前标题里面呢 拼写略有不同的 再见大楼的意思 啊 你就是这个再见大楼的 房东 再见大楼吗 呃,我可能是 你是说你是清洁公司来的吗 没错 凌拉凌拉 啊 不管有多么肮脏 只要让我们来 我们就会为你打扫的 嗯 为什么你看起来这么失望 呃,像你这种程度的 我绝对不可能把这种工作 交给你的啦 真不敢相信 他们竟然会 他们竟然员工还是小孩子 小孩子 呃,你看起来 是小学生的样子 我18岁了 什么 你比我还大两岁 震惊 啊,所以你16吗 那你当这个房东 当今你不是也 有点年轻吗 嗯 我父母双亡 所以呢 我就接过了这个大楼的管理任务啊 哦,原来如此哦 呃,不要再多问 多问 多问 呃,说起来 您父母是怎么双亡的呢 呃,那个 那个 双亡 什么 不要这么强硬了 呃,发生了地震 然后 我爸妈呢 就被压在废墟底下了 他们都是很好的人 我不明白 为什么 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他们身上呢 哦,原来如此啊 从那之后 我就一直忙着整修这个大楼了 呃,第一步已经完成了 所以呢 我希望有人来清理一下这边的废墟 呃,所以呢 才会叫你过来的 诶,呃,整修嘛 哎呀 这个地方破成这个样子 完全看不出来已经整修过了呢 好吧 那么 放着我来 我马上就能把它清洁干净了 呃,对 对对对 我一开始就是这个打算嘛 就是这个计划 哈哈 你看 这个地方简直就像闹鬼一样呢 呃,那是因为这里确实有闹鬼哦 说什么 呃 非常常见的闹鬼屋子了 为什么 难道你现在 就想突然尽快的跑回家去吗 哈哈 哈哈 呃,对 我走了 行 行 没错 你这么说的话 那我就得回家了 呃,本 本姑娘 和幽灵 还有这种啊 夜里才有的吓人的东西 呃,绝对不想扯上关系 呵呵 我就觉得是这样 那 走吧你 拜拜 啊 现在我可该打电话找一个真正的清洁工资 不 我是说 我 我不能逃避 因为 我要这个钱 我想看见你的微笑 来 一眼就知道这是 骗人了 我 啊 棉花糖 我的生存意义就是 让每一个客户的脸上露出微笑 你看玩笑的对吧 不不不不不 我是完完全全的认真严肃的 啊 呵呵 本姑娘呢 有这样一个超级超级 呃 终极重要 美丽 可爱 完美的 小可爱在这里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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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算是什么样的借口了 可是可是可是 啊 为了 为了 我这个心爱的男人呢 我需要很多很多 大量大量的钱 呃 所以是 你是 把他叫来的 啊 他是做押的 嗯 完全没有听进去 啊 我都已经忘记 我毕业之后 啊 这个高中毕业之后 我 做过 多少 每天每夜做过多少兼职打工 啊 为了给他钱了 为了支援 你 你还只是打工呢 我就知道 你根本不配做这种工作嘛 嗯 这里可是有很多 啊 更有资格的人 都逃跑了哦 嗯 所以 我们 才会 收你一大笔钱呀 啊 总之你随便嘛 反正也不重要 你也会和其他人一样 最终逃跑的 才不会啦 我才不会 好吧 那我把房间的钥匙给你吧 获得了房门钥匙 嗯 现在呢 屋子都是空的 所以呢 随便进去 大展身手就可以了 好的 先生 呃 我出生到现在呢 从来都不知道我的父母是谁 嗯 所以也不知道他们是死是活 啊 呃 你看都是什么时候了 我现在赶紧去打扫吧 呃 好吧 那么 待会儿见了 嗯 好像他也没有那么糟糕 嗯 哎呀 我刚刚这么说 显得 我都心软了呢 嗯 一个不知道身份的人 这个叫棉花糖的姑娘 你确实有点心软嘛 对不对 哎哎 您看见了吗 可能是 哎呀 那你莫非是什么 嗯 一见钟情了 呃 并不是 这种事情只是浪费时间而已 啊 你这样说就行 嗯 随你怎么说吧 嗯 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噓 你听见没有 看来房客们要为我们的客人准备一个惊喜的欢迎派对了 嗯 世界上根本没有鬼 世界上根本没有鬼 哎 这就是101号房了吗 有人在吗 没人对不对 没有人在 哎 好像听见了谁 一定是我的幻觉 一定是 我进来了 哇 你看有这么多灰 哎 啊 任务 右边显示出了任务 就是把灰给扫掉嘛 垃圾给扫掉 啊 医生 医生 没想到我们的病人 一开始 情况就如此严峻啊 啊 明白了 护士小姐 来 让我们展示一下我们的工作方式吧 嗯 需要清洁的时候 按Z键 然后呢 右边就是总共有多少个清洁点 存个盘 好 就衣服 好 OK 把衣服通通给弄上去 什么 有战斗 C 蟑螂太太 呀 逃跑了 什么 跑出了整个大楼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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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以为有战斗 结果根本没战斗 原来你 你比鬼可怕 我已经看出来了 碰到鬼不会结束 因为要和鬼聊天什么的 嗯 可怜的小花 来换一朵新的吧 嘿 先弄这个 哇 这么多 这个房客怎么有这么多衣服啊 我还以为我家的衣柜里面衣服很多呢 这个大楼里面有一封信 获得了一封信 看上去很破旧了 似乎被读了很多遍 当你读到这封信的时候 我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 我是故意不把自己的病情告诉你的 我觉得这样才是最好的做法 我从来都没有希望你为我感到难过 我从来都没有想要看到你的脸上有着担忧 嗯 我希望能到我死的那一刻 都能看见我们彼此开开心心的 嘻嘻哈哈的 你穿着婚纱 真是太美丽了 我的爱 我爱你 哪怕我的尸体腐烂了 化为了尘土 我的灵魂也会永永远远的 将你爱下去 诶 这是有人的遗书吗 真是好悲剧啊 哦 擦了镜子 哇 存个盘 免得 免得待会儿那个 哦 看起来挺帅气的一个男孩子 哦 诶 好帅 行不行啊 诶 诶 这里有东西 获得了杀虫剂 哦 就连摩斯拉 俄斯拉也没有办法 好 有这些 有这个之后这些害虫 哈哈哈哈 来看看 哦 你们已经死了 开始噴出了杀虫剂 你已经死了 吃了这招 大扫除之术 为什么会有爆炸消息 嗯 啊 棉花糖 本姑娘 就是最擅长把东西放回原味的了 诶 这不是 你看 一切都美美的了 啊 这个 闻起来 是秘密的味道 应该怎么做呢 哦 有一本日记的吧 看 哦 这是妻子的了吧 我失去丈夫已经有多少天了呢 我已经不想再做任何事情了 我不再吃东西 就连穿衣 感觉都很烦 我为什么还要煮饭呢 我为什么 嗯 没有她的赞美 我为什么还要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呢 当一个人生存的意义已经消失的时候 我好想念她 希望再次见到她 好想她 好想她 我甚至都没有办法再去看一眼 曾经给我带来一身中最大快乐的那件衣服 也就是指婚纱嘛 我把它藏在了我房间的角落里面 和其他衣服放在 哦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这个房间这么乱了 嗯 啊 我的心好沉重啊 这太沉重了 但是我们现在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清洁点 没有清洁掉 哎 这是什么 哎 这不就是日记里面提到过的那件衣服吗 应该是婚纱吧 没错 啊 是白色的婚纱和黑色的丧服 嗯 这样应该就可以了 最后那个最大的符号应该就是幽灵了吧 嗯 接下来呢 就只剩下一大堆一大堆的灰尘在地面上啊 把这个解决掉 一定要 哎 难道是换一个小游戏吗 嗯 好的 看来是小游戏环节 哎 找到了一个饼干 上面都绿色的发霉 阿森 棒 可能不棒嘛 谁知道这个饼干在这里多久了 我都看见发霉了 对 还是丢掉吧 黎之珍这个 清洁工作还是做过很多的 哦 袜子 嗯 还少了一只 黎之珍这个 读书的时候当过劳动委员 哎 发现了钱 哦 什么 你还以为 罗斯福先生 你以为可以从我这边 啊 躲起来吗 不可能的 硬币 哎 电话 哎 手机响了 是老大的 嘿 啊 总管 这个总裁 Niblet 哦 亲爱的棉花糖 怎么样了 啊 清洁没问题吧 没有问题 咳咳咳 亲爱的棉花糖 难道你感冒了吗 呃 不是不是 只是吸了一点这里的灰尘而已 哦 谢天谢地 你可别把自己累坏了 啊 没问题 交给我就行了 啊 不管是污渍还是灰尘 绝对不会在我面前 撑过几个灰尘的 嗯 亲爱的棉花糖 你好好休息回来吧 哎 我不会回来 你在说什么呢老大 我很担心你啊 亲爱的 哎呀 不要 成天这么担心了 Nibos 我马上挂了 我还要工作呢 呃 什么 你 你就这样挂电话了吗 至少考虑考虑我的建议吗 哼 不要 再见 等 等一下 哼 Nibos这个人啊 就是 成天多说话 爱操心 这名字人中学的时候 当过劳动人 经常 发现了 呃 嗯 私密的内裤 好吧 这个 棉花糖 穿的话 就 就太 那方面 哦 有 哦 my 哎呦 都透明的耶 哼 哎呀 哎呀 这个盯的看的时间 有点长了 我还是继续工作吧 我觉得我是没有办法 把自己的人生经历 说出来 所以就不说了吧 哎 这不是 这不是结束了吗 应该 哦 对对对 这里还有两个 阿秋 可以 啊 终于打扫完毕了 哇 看看这个房间 真难相信 就在几分钟之前 这里还一片混乱呢 嗯 我也希望好好谢谢你 姑娘 哎 什么 上 哇 哇 抱歉 我一定吓到你了 啊 又一个被吓到了 啊 我真是太美丽了 你 你错了 我不是因为这点吓到的了 哦 那是因为我脸上有东西吗 呃 除了你那个脖子上拴着这根绳子 还有这个 看着你透明的这个 幽灵的那个灵体之外 哦 这个吗 那是因为 我就是一个鬼呀 傻孩子 幽灵你呀 哦 那么很高兴见到你 很高兴认识你呀 呃 鬼太太 我是 这个 我是棉花糖 我是 法沙 什么 我是发小 呃 是这种大楼里面呢 嗯 最时髦的 时髦的房客 啊 那么 那么 你就快一点 往生去吧 你这个可恶的女鬼 女妖 诶 女 女妖 这么说真是太残酷了 啊 你不要抵抗了 接受命吧 去死 啊 我已经死掉了 但是 你让我再次去死 这个让我受到很大伤害的好吗 你为什么会对幽灵有这么大的恶意呢 我们对你做过什么了 嗯 你 因为幽灵 超可怕的 好吓人啊 如果你需要我的意见的话 这里 唯一在吓人的是你啊 诶 我 吓人吗 当然了 孩子 啊 你身边有危险的氛围 危险的气息 诶 你认为我很危险吗 会不会是因为 啊 我终于已经成为一个成熟的女性了呢 少女 不是少女 这个姑娘了呢 嗯 鸡同样想 嗯 我觉得我已经知道你是什么意思了 嗯 如果幽灵害怕我的话 我就不用害怕幽灵了 对不对 啊 就和我们老板Nibos说的一样 嗯 哪怕在你最虚弱的时候 你都要坚强 嗯 你听起来有点像个熊孩子了 总 总而言之呢 你似乎已经不害怕我了 嘿嘿 那么让我们重新开始吧 感谢你把我的房间重新美化了起来 嗯 我帮你打扫房间真的这么重要吗 毕竟你已经死了呀 当然重要 因为我现在终于可以升天了 因为你 因为你找到了他 那一样 我 这么长时间以来 一直后悔失去的东西 诶 难道你是在说 你丈夫的信 那个 饼干 那个 呃 袜子 那个 一毛钱 也就是信 还是指那个 不不不 不是 我是使我的那个内衣裤 什么 什么 天呐 那些透明的内裤吗 嗯 对 这是我丈夫送给我的第一件 原来 你指的 不是 婚纱啊 嗯 你可以把那当作是我最宝贵的珍藏吧 嗯 而且他还觉得第一次送这样的礼物很合适吗 哼哼哼 傻孩子 你是不会理解成年人的世界 不要叫我傻孩子了啦 嘿嘿嘿 啊 我必须要道歉 嗯 我非常感谢你的帮助 现在我终于可以安息了 啊 或许 我还可以再次见到他吧 你是说 你病死的丈夫吗 呃 我不知道为什么 呃 姑娘 呃 女士 也有可能呢 我这个是 妄言了 忌悦了 可是我觉得 您这么美丽 不应该自杀的 啊 没有我所爱的人 我的美丽也有什么意义呢 呃 我觉得您应该为自己而美丽 不应该为了其他人而美丽 曾经在我年轻的时候 我是这样的 可是见到他之后 一切就不同了 哦 那一定是为了不起的男子吧 嗯 嗯 说起来有点丢脸 可是 我觉得 不管是在这一生 还是在于 呃 下一辈子 还是在另一个世界 我都不可能遇到他那样的 另一个像他那样的男人了 哦 你们两个还真是彼此深爱哦 嗯 你这么 呃 花痴一般的说着他的事情啊 简直让我也想见到他 他了呢 呃 发明敲门的人 获得了没有门铃的奖 Nobel prize 说了个冷笑话 呃 是 怎么可能 诶 老年幽灵 法莎 我给你带来了如此多的痛苦 为什么你老 难道你是 我的 乔治吗 哈哈 啊 嗯 没错 就是乔治 啊 只有 对 他说 他说冷笑话嘛 啊 by judge 也就是 呃 就是有的时候会用这个 就像by god一样 但有的时候会用人民来这么说嘛 反正就说 啊 只有一个人 能够说出这样的冷笑话 我的乔治 诶 什么 这个老头子就是他一直 刚刚一直在说的人吗 啊 这 这是在 玩我吗 逗我吗 诶 我明明以为 这个 这么帅气的年轻人是你的丈夫呢 乔治长得和他完全不同嘛 哦 那是他很久以前的一张照片了 啊 年龄只不过是一个数字而已啊 亲爱的 法莎 抱歉 呃 我们的爱不能治好我的病 呃 我也很 抱歉啊 抛下你独自一人 呃 没事的 因为现在我们已经不再分开了 什么也不用担心了 啊 我最美丽的 Fashionista 时髦的姑娘 啊 就是 他叫Fasha嘛 就是因为 他全名叫Fashionista 对不对 啊 我的Joji Pochi 对 我是你的补丁和派 啊哈哈 啊哈哈 这 这两个还真是天造地设一对 再见了 棉花糖 我们会在天堂大门前等你的 呃 我 我近期没有要去那里的打算了 呃 于是 就这么走了吗 真是奇怪的一对 可是 嗯 我也必须承认 其实还蛮嫉妒他们的呢 呃 好吧 呃 棉花糖 本棉花糖 和她的爱人 绝对不会输给这对情侣的 对啊 她之前不是 也不知道是不是编的 诶 你在生我的气吗 呃 你为什么叫那个姑娘来呢 我觉得这个问号问号问号 说不定也是一个小女孩 因为我觉得你需要一个朋友呀 没错 八成是个小女孩 不要 我爱我 我知道我恨死那个小女孩了 呃 诶 其实我一开始以为她肯定会逃跑的呢 立即逃跑呢 我还吃了一惊呢 你真的是这样想的吗 哼 要知道 我会接受你的建议的 或许我还会和她做朋友 对 最好的朋友 我甚至会给她看去地狱最快的路 或许还会好好推她一下 千万不要以为 当那个少女的 呃 不把那个少女的灵魂 紧紧的握在我的手里 我是不会满足的 诶 诶 诶 我打断什么东西了吗 呃 经理先生 你刚刚在和人说话吗 呃 应该没有吧 呵呵 这什么玩意儿 你确定吗 我好像听见你和另一个人说话哦 呃 你自己看嘛 这里只有我一个人了 那么 还有更重要的事情 那就是 嗯 你那个房间清洁完了吗 呃 是啊 然后还遇见了一对幽灵呢 哦 对啊 他们 呃 是的 那个 房客自杀之后啊 那个房间就没有人住了 嗯 老实说 跟你说吧 这整栋大楼呢 都 这个再建 不会就是 所有人来这里都是自杀的吧 啊 整个再建大楼啊 都受了诅咒 我们这里到处都是怪物呢 哇 嗯 你要是现在逃跑的话 我是不会怪 我不会逃跑的 哎呀 见鬼 你为什么这么坚持 我一定要逃跑了 难道是因为 哎 你讨厌我 你喜欢我 你没钱吗 不可能 别告诉我 你一开始的打算就是 啊 雇一个女仆过来 让她 呃 心情劳作 把自己弄得累死 然后最后 还不付钱 呃 不不不 不是为什么 尽管说实话 我确实是挺穷呢 呃 其实呢 我是想 找一个有真的经验的人 嗯 你 你应该还是要多训练训练 才能接受这样的工作的嘛 嗯 嗯 那你是要打电话给我的老板 这个 Nibos总裁吗 别 别麻烦了 他雇的全都是年轻的姑娘 哦 好吧 那说不定这位Nibos 可以他自己把自己的屁股带回来 来帮我 赶紧去叫他来 呃 干嘛 Nibos他 年纪可大了 说不定 他恐龙还在的时候 他就活着了呢 嗯 现在你就只有棉花糖了 我一定会完成工作的 那么 接下来下一个房间 嗯 嗯